第五维度指的是什么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爱因斯坦利用四维黎曼几何 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把时间作为一个维度 与三维空间一起形成了四维时空 那么第五维度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分清四维时空和四维空间的概念 四维空间指的是第四个空间维度 也就是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再加一维空间 在物理学中第四个空间维通常指的就是第五维 也就是四个空间维加一个时间维 组成五维时空 自从黎曼打开了高维空间的大门后 在物理学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人把高维空间实际应用到物理学理论中 爱因斯坦虽然增加了一维时间 但并不是空间维度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讲讲 第一个把第五维度实际应用到物理学上的人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奇怪的两样东西是什么 爱因斯坦一定会告诉你 是引力和光 这两个东西困扰了他几十年 当年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提出后 爱因斯坦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当我们抬头望着星空的时候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所在的宇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吸引人的好奇心了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最终形式后 开始了下一个目标 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 统一场论 他想要把引力和电磁力统一起来 形成一个更加全面一致的万能理论 也就是说他认为引力和电磁力 这两种隔空作用的力 也许就是一个东西 就像水蒸气 冰块和水一样 我们知道它们本质上都是水 只是水的不同形态而已 那么引力和电磁力能不能统一起来呢 爱因斯坦的后半辈子都花在了这个问题上 但这一次 他似乎没有得到信仰女神的眷顾 逐渐走进了死活动 然而1919年的一封信件 打破了僵局 这封信来自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学家 西奥多·卡鲁扎 爱因斯坦打开了这封信 看得是木凳口袋 卡鲁扎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把这个世纪难题给解决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法 居然把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 跟麦克思维的电磁理论 统一起来了呢 这个方法就是引入第五个维度 也就是四维空间加一维时间 形成五维时空 其实呢 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 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引入一个更高的维度 物理定律一下子就从复杂变得简单了 这就好比1000年前的人类 想要了解天气变化和季节更替的话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向南走天气就变暖 又为什么风一般都往某一个方向垂 它们只能从一天天的变化中 去总结规律 具体为什么会这样 它们是无法解释的 从本质上来说 古代人的思考维度 更像一个二维生物 对它们来说地球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平面 如果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们回到古代 把它们从地球带到外太空 古人在外太空看到了地球的云层 智转和公转等等 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景象 如果有关于天气和季节的问题 瞬间迎刃而解 也就是说上升一个维度看问题 一切就像1加1等于2一样简单 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 其实也是这么干的 在三维的基础上 引入第四个维度 时间 形成四维时空 统一了空间和时间的描述 这就是狭义相对论 紧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它又引入力等于几何 把引力描述为时空的弯曲 于是统一了引力和时空的几何描述 这就是广义相对论 但是呢 爱因斯坦在统一引力和光的时候 没有使用身为的方法 走进了死胡同 而让爱因斯坦不瞪口呆的这封信里面 卡鲁扎引入了第五维度 他把爱因斯坦厂方程 跟麦克斯维厂方程 组装在一起 形成了五维的厂 用这种方法呢 引力和电磁力这两块拼图 就非常自然的拼接到了一起 爱因斯坦对着这封信 思考了两年之后 才把这封信送到了德国 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 普鲁士科学院发表 那么卡鲁扎是怎么拼接 引力和电磁力的呢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 黎曼度归张量 是可以应用到任意维度的空间的 如果是四个维度 那么需要十个数的集合 来描述这个空间 爱因斯坦的四维理论 就在这里 占用了十个分量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维度上升到五维 那么就需要十五个数的集合 来描述这个五维 于是呢 麦克斯维的电磁理论 正好就在这里 它占用四个分量 多出来的一个是标量粒子 于是卡鲁扎的理论 可以简单的表示成 15等于10加4加1 卡鲁扎引入第五维后 对于光为什么能在真空中传播 有了一个新的解释 我们都知道 声波传播需要空气 水波传播需要水 而卡鲁扎解释说 光能在真空中传播 是因为真空在震动 也就是说 卡鲁扎认为 光实际上就是第五维的震动 在当时呢 他虽然是个名气不大的青年 但是这个理论 把物理学家们说的 那是一愣一愣的 听上去很有道理 但是呢 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有第五维也就是第四个空间维的存在 在我们的宇宙 每个人都能很明显的感受到 只有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度 但是反过来想 人类的感官系统又是非常局限的 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比如引力波 中微子 以及不可见的光 它们都依赖人类发明的各种仪器来探测 那么第五维到底在哪里 聪明的卡鲁扎 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无法反驳的答案 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聊 第五维度到底在哪里 点赞关注不迷路 喜欢我的内容就点个赞呗